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視頻比較短 主要是想讓大家看看我今天收到的兩棵拖鞋蘭 港西的金桐和玉女 蘭花是裸根用濕的水草包著 從不知台灣還是大陸過來的 拆了包裝,清潔後看到是這樣 什麼回事? 這些看上去又不像花箭,又不像苗,又不像根的 是什麼假科呢? 這棵是玉女拖鞋蘭 幸好來到時有花瓣 但又好不幸 就是我做清潔時不小心把那條花截了 真可惜, 但又不想放棄 我準備和她做薄骨手術 希望她這朵花可以開 很想見一下港西玉女的美容 這裡的葉子斷了一點點 但也留下它, 因為它還可以做工 這裡的苗就有趣了 有一條瓶子 這裡也是 嘩 我都沒見過這樣的 這條苗就更奇怪了 這麼長那條瓶子 好像花枝一樣, 但又有葉 怪事經常有 但我又頭一次遇到這樣的 這裡這條沒有葉 但肯定不是根來的 它跟根看上去完全不一樣 它帶一點點紫色 和比較光滑 還有一些裂位 一折一折 而那些根 是比較粗 和有些絨毛 是啡色的 所以肯定它不是根來的 遇到這樣的情形 真是頭大 但應該怎麼處理呢 怎麼種落盆呢 我上網查資料 但找不到太多的資料 應該就是叫做 葡伏徑 葡伏徑上面長出的葉 慢慢變成苗仔 在這麼長的一條葡伏徑上面 長出一個苗仔 又沒有根 怎麼種落盆呢 我在另一棵葡伏徑 看到這裡 長出了一條根 也就是說 在一個裂上 它會長根出來 就是這個位置 看到嗎 葡伏徑是紫紫色的那條 和有裂的 這條根是沒有裂的 顏色不同 而且根表面有少少絨毛 根和葡伏徑很明顯是不同的 這棵是金銅 既然它的裂上可以生根又可以生葉 那我就有主意了 種的時候 將有葉的部分露出盆面 沒有葉的就埋在植料裡面 但不要埋得太深 如果它能出葉的話 就很容易捐出盆面 如果是根就更沒問題 這就是成果 我幫這條花枝做到駁骨手術 希望這個瓶能夠開 那兩條帶著葉仔的枝 將它露出盆面 短的這枝很簡單 就這樣就可以了 長的枝有少少麻煩 因為想把它埋在植料裡面 又怕屈斷了它 就只好用這些叉仔 把它壓在植料表面 希望它的根向下生 而沒有葉的蒲伏徑 就在我手指這個位置 離盆面比較近 無論它是長葉也好 長根也好 這個位置也是很合適的 如果長葉很容易就捐出盆面 如果是根已經在植料裡面 就剛剛好 這棵花這樣的情形 上網也查不到資料 這樣還是純粹按我個人的想法去做 不知道對不對 如果你有這方面的經驗 歡迎在留言區留言 多謝